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化學反應方程式就是科學家用化學式加上一些簡單的符號 把東西串起來寫得跟數學的方程式類似 又要用來表達東西在發生反應的時候是誰跟誰反應 然後產生什麼東西 這種東西就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簡稱反應式或者是方程式 像上面這裡所顯示的就是一個方程式 我們要怎麼樣去寫我們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要知道每個東西的分子式 我們用分子式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箭頭表示是反應的方向 這上面顯示就是氫跟氮放在一起化合產生氨 箭頭向右所以叫做氫跟氮化合產生氨 如果你把箭頭反過來就變成氨分解成氫跟氮 所以箭頭表示反應的方向 箭頭的左邊我們叫做反應物 右邊叫做生成物 比較好的說法是尾巴這邊叫做反應物 箭頭這邊叫生成物 因為箭頭可以反過來 箭頭可以反過來 你的反應物或生成物不只一個的時候 用加號把它連在一起 表示誰跟誰反應產生誰跟誰 這也叫做氫跟氮反應產生氨 這個是重點 這有個數字上面有個3有個2 這個數字叫做均衡係數 如果均衡係數是1 我們就偷懶省略不寫 省略不寫 好 那這個均衡係數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個數或者是墨數 所以這個方程式所顯示就叫做 三個氫加上一個氮會產生兩個氨 或者說三墨的氫加上一墨的氮 會產生兩墨的氨 均衡係數代表的是個數或者是墨數 如果是同溫同壓下的氣體 也可以代表體積 這是我們之前教過的亞伯家訣講說 同溫同壓下同體積的氣體有相同的分子數 所以這個方程式也可以代表三公升的氫氣 加上一公升的氨氣 會產生兩公升的氨氣 不過這件事情在國中現在是基本上不太管它 不太處理不太碰到 所以重點是均衡係數代表的是個數或者是墨數 這件事情要跟我們後面要教的簡單的化學劑量有關係 是你未來做計算的基礎 所以你要給我好好的記住 均衡係數代表的是個數或者是墨數 個數或墨數 那我們會在箭頭的這地方 註明反應所需要的條件或者是方法 像這個方程式200度C表示溫度要在200度 400ATM表示大氣壓要400大氣壓 它要用鐵當吹發的氣 所以把它鐵寫在箭頭這裡 鐵寫在箭頭的 鐵寫在箭頭的這邊 我們有學過一個 我們有學過一個催化劑誰 二氧化母 所以如果你二氧化母要寫在箭頭這裡 二氧化母要寫在箭頭這邊 然後有人會畫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代表它叫加熱 所以我們在箭頭這裡顯示了 我們所要發生反應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說條件 條件 好 這個在國中現在很少用 前兩個還比較容易看到 箭頭向上表示產生氣 氣體產生 箭頭朝下表示深層沉澱 所以這兩個看到機會稍微多一點 接下來的四個國中幾乎不會出現 雖然學測曾經出現過 但基本上國中不處理這個問題 雖然學測過 注明G代表它是氣體 氮氣 N2G 我設定是氮氣 L代表是液態 H2O 液態的水 不是氣態也不是固態 液態的水 S固體 CU 紅固體 固體的銅 固體的銅 AQ 水容易 硝酸水容易 後面這四個註記 國中基本上沒有看到沒有用 雖然學測曾經有寫過 但基本上國中不出現 箭頭上跟下還比較容易出現 還有出現過 但這是讓你知道 這是我們寫方程式的方法 以上所介紹的 就是我們寫方程式的方法 如何把一個化學反應 用方程式表達出來 告訴你 誰跟誰產生誰跟誰 A加B產生C加珠 就是這個意思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然後我們要請同學注意 均衡係數不代表質量 它代表的是個數或者是 墨爾素 為什麼要提到質量 第一個我們講過 我們不是用數的 我們是用秤的 第二個是我未來要交質量守恆 反應前的總質量 等於反應後的總質量 那要用到質量 可是你的均衡係數不代表質量 均衡係數代表的是墨爾素跟個數 我剛才問過你了 剛才提過的 請問你 你的墨爾素怎麼變成質量 幾墨爾怎麼變成質量 要乘誰 不是 墨爾要乘什麼才會變成質量 原質量或分質量 墨爾要乘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才會變成質量 所以你寫的均衡係數是個數墨爾素 如果你需要變成質量的時候 需要乘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化學方程式的寫的時候要注意 要根據事實 氫加氧變成水 兩個氫加一個氧變成水 不可以因為自己唬爛 氫加氧變成二氧化氈 或者是四個氫 四個氫加一個氧變成水 要根據事實 要根據事實 不可以隨便亂說 同時 方程式只能夠表示這個反應有發生 但是不知道快慢 氫加氧變成水 但是你不知道是很快的氫加氧就變成水 還是很慢的氫加氧變成水 它只代表了反應的進行方向 不知道反應的快慢 因為我未來要加反應的快慢 大家方程式無法表達反應的快慢 這又是有關於方程式的一些事情 OK嗎 OK OK OK